第六百三十章 胡蘇狂人 现在那个胡蘇狂的声音是充满了哀怨 山谷之中根本就没有天地灵气 他之前也没有带着龟原丹进入这个山谷 因此他的境界早就已经止步不前 随着时间流逝 他的寿缘只会越来越短 他真的很担心 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机会 撑到晋级演神那一天 突然之间 胡蘇狂望向了山谷的心处 紧接着 他收起了悲凉悲愤的心情 事展步伐就朝着山谷心处在窄池而去 因为他已经发觉 有人已经去了真正的两儿之地 就是说山谷之中还有另外一个武者 武者的精血对于胡蘇狂来说是至关重要 在这个无天地灵气的山谷之中 武者精血就是他晋升演神境界逃出山谷的唯一希望 因此他真的不想那个武者被阴阳意气直接抹杀 你不要死住你不要死住 你是我的 这个时刻齐作号就已经来到了山谷最深处 方圆三里的天空沿着黑白两色的气体 这两种颜色的气体是仿若一体的 以太极阴阳语的轨迹是缓缓旋转 美丽之中又透露着死亡的味道 果然是阴阳意气 齐作号抬头望着一眼云层之中的阴阳意气 感慨连连 阴阳意气是天地之间最神秘最可怕的气体 只存在于两而之地 而这种气体你单单靠近它 是一切武者都会被它搞成一干二者 这个就是弹生于天地之初的 几大力量之一 齐作号现在就没有急于召唤火精官 去吸收这些阴阳意气 其实他早就已经被阴阳意气的可怕力量 彻底震撼了 一时之间还没回过神来 过了片刻 齐作号终于醒过来的时候 只见得一道黑白二色的光束 是闪电一般就击射而来 他心中大惊 连亡就施展步伐是飞退而开 只见得光束直接光在草地之上 好像有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哇 哇 用不用 阴阳意气会主动打人 齐作号现在暗暗震惊 他很清楚 阴阳意气光束没有对地面造成伤害 但是刚才那束缸 如果是打中自己的话 现在已经全剧中了 这个就是阴阳意气可怕之处 阴阳意气比荒谋之气还要厉力亿万倍 这个就是阴阳意气的可怕之处 阴阳意气比荒谋之气要厉力太多了 被阴阳意气杀死的武者 一切都会回归天地 成为阴阳意气的养料 我现在离阴阳意气这么远 应该都不打我了吧 给点面好 齐作号心中就在想 可能也唯有火精官 能够克制这个阴阳意气 靠自己去吸收阴阳意气 不知道是我吸收他 还是他吸收我 齐作号需要的原力 是经过火精官 融合阴阳意气和原火之气 衍生出来的温和阴历 那种阴历就不会伤害齐作号 但是你换个角度想 如果你直接吸收阴阳意气和原火之气 和自杀就没有区别了 齐作号心知肚明 你不要说吸收阴阳意气 就算是吸收原火之气 都会顶不住原火之气的狂暴火焰 而精密墜毁 所以说天地之间是有很多气体的 不是立暖碰得的 到时候死鬼了 你就真的激气了 原火之气又叫做极火之气 原火之气的危险 虽然是不给阴阳意气和荒谬之气 但是也不是可以随意吸收的 所以齐作号之前 也都是要用火精官将其吸收进行转化 果不其然 距离阴阳意气所在区域远了些少 那么阴阳意气就没有继续攻击了 齐作号现在是心头一松 是时候急收了 他心知肚明 刚才遭受到阴阳意气的攻击 得到逃命 真是因为自己反应快速度快 幸好攻击自己的只不过是一束光 若果是两度光速同时攻击 哎呀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避开 齐作号现在抬起了手 就要召唤火精官 就是这个时刻 一度流光就从远方飞略而来 搞到他顿时呆了 因为他定睁一看 哎呀 这个是一个光着个上身的野人 并不是之前那个猛绿爷 这个人 这么刑 什么来的 难道传说是真的 他就是那个可以掌控雷霆的忍者 啊 现在才出现 那之前去了哪 想到这里 齐作号就面色一沉了 或者之前那道银缸 应该就不是猛绿爷发出的 而是说这个人 也就是说 他和猛绿爷已经打过一仗了 而猛绿爷现在没有出现 是不是就是说 已经死了在他手上了 深邃至此 齐作号语气形中 就出声问道 那问前辈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齐作号现在盯着那个狐书霆 眼神就无比沉重了 这个人看上去 已经去到超然圆满境界 而且身上的气势 是无比强化 可以说 是齐作号至今为止 见过的最厉害的高手 哈哈哈哈 帥哥 你居然可以这么镇定 见到我 你不应该害怕的吗 这个狐书霆 现在就有点惊讶了 因为 就算猛绿爷看到他 也就是一脸惊恐了 而眼前这个 只得真元境界的年轻 居然会不害怕自己 听到这里 齐作号表情不变就说 呃 我为什么要害怕你 你的境界是很高 但是好像你身上 没有杀气 你还没答我 前辈 你究竟是谁 这个山谷之中 传说中的雷亭忍者 莫非就是前辈 齐作号的回答 令到胡叔老 就更加不理解了 就是说 这条年轻 是听说过我的 啊 居然可以这么镇定 难道 这个真元母者 是初生牛毒 不怕虎 哈哈哈哈 英俊 你既然已经知道 又何必再问啊 你问我姓名 我都很久没答过 这种这样的问题了 告诉你 我叫做风难 在这里 寂寞了上千年了 怎么样 来到这里的母者 一个一个都死了 你都不会例外的 在你死之前 不如给我看看 你眼神之中的恐惧 配合一下 胡叔老风难 云淡方清 就说出这番说话 那风难这个名字呢 若果不是这条 年轻人问起 他自己都快就忘记了 如果你真的可以 掌控雷亭 至少你不单止是一个忍者 更加是一个雷亭邪魔 是不是这么说 齐作号这头 尸毫就没被风难的话语所惊 那风难呢 实力肯定就强了 只不过 我就真的不惊 哈哈哈哈 有趣有趣 居然可以遇到一个 不怕死的英俊 不如你多点跟我玩一下 风难这边大笑一声 接着就说 英俊 你又识过托吗 我如果是邪魔的话 那天底下的武者 全部都是邪魔 至于说 我为什么可以掌控雷亭 一会儿到你死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的了 风难这头呢 上前一步 画风一转 英俊 英俊 死在我手中的武者 我都会给他们一个机会 跟我一战 你都不例外的 来 动手吧 一招之后 我再取你性命 不是吧 你真的这么自信 你就不怕我一出手 你根本就没有还手机会的吗 现在齐作号就知道 雷亭忍者的事情 居然是真的 他遇到风难 风难一定会杀了他 吃他的肉 饮他的血 现在对于齐作号来说 要活下去 就必须斩杀风难 是根本 就不会有第二个选择的 今集内容 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天神帝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631章 雷亭欲连 废话少说 出手吧 我不想看着 你被阴阳意气 彻底吞噬 因为 你是我的食物 风难这一头 眉头一皱 好不耐烦 一抬手 就打断了齐作号的话 哼 这个真言武者 本事不见得有多少 话就特别长 风难现在的表情 是急不可耐 而齐作号这边 是面识一形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了 记住了 你是死于我齐作号之手 也都算是死得其所了 话音一落 齐作号抬手就召唤出了神中 风难自己已经承认了 他并不是邪魔来的 所以 齐作号就很想试下 把这个这样的高手 收为自己的奴博 超然境界的博人 这么说来 不是很帮得手 哈哈哈哈 靓仔 你已经真的是狂妄了 简直可以说 是囂張的不可一世 可惜了 你手中这件事 在神器中好讲 只不过是个仿品半神器 太令人失望了 喂 你连神器都没有 比我之前吃了那个猛六爷 好像弱得多 听到风难这一声探色 齐作号面识就变了 果不其然 猛六爷已经被风难杀死 并且吃鬼了 这个风难 虽然不是真正邪魔 但是你这些行事手段 和邪魔有什么两样 暗杀无辜 你死不足惜 齐作号冷渴一声 猛六爷的死会 和他是没关系的 但是他真的不是那么想 去面对一个 息血如命的人 罢了罢了 不如直接就吹动神中 控制风难 等他自爆好过 思绪至此 齐作号吹动真语 一瞬之间 就连在神中之上 是拍出三掌 这一下 神中的钟声 幽幽扬扬 就卷向了风难 齐作号一出招 自己就很满意了 似乎已经看到了 风难被神中控制的样子 只不过 一切都出乎他意料之外 面对神中的攻击 风难这边是面色不变 淡淡抬手就说 音波攻击 这种这样的音波 居然有控制 武者神智的力量 只不过 英仔 学习了 这件事对我没有半死威胁 华一未落 万刀雷霆 依然在虚控制中 是猛烟降落 一瞬之间 就形成一个光罩 将风难伸俱 在团团为果 因由神中的音波集卷 这个光罩是文师不同的 居然 居然可以挡住音波 这个雷霆抬手 拥有雷属性之力 你是借助天地之力 齐作号这头面色大便 连连大叫 要知道神中的音波攻击 已经不是一般的音波 里面更吻含着是零色攻击的力量 这样的攻击 居然被风难的防护罩 轻轻松松抵挡 可见得知 这个雷霆护罩 绝对不一般 齐作号也都看出来了 风难的而这角 是可以借助天地之力的 但是要在心境达到天人合一之后 只不过 这个风难似乎 又不是修心无者 因此 齐作号也都只能想到 或者 风难肯定是靠着某样法宝 来调动天地之力了 帝子 算你有点见识 死在我手下的人 个个都说我掌控雷霆 这么久以来 只有你看得出 我是借助雷霆的 不错不错 唉 我都觉得有点远色 你现在就要死了 可惜的是 我不会因为你见识冤薄 就此放过你的 风难这头 一挥手 保护着她的周身雷霆护罩 猛而消失 她心中有点震撼的 齐作号条帝子 居然可以看得出她的招式原理 但就是你这种见多识港的人 风难就更加不会放过 她甚至就很震惊 若非她有自保在身 超然圆满境界的她 亦都很有可能 就会被齐作号这个真原武者 实施控制 这样说来 这条帝子的实力很强 帝子 速速受死 我说过的 我只是让你一招 机会就给过你了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就冤不得我了 话音落下 风难首一招 一枚银色的莲花玉石 就出现在她的手中了 看到这个玉石 齐作号就面色剧边了 是直接脱口而出 雷元玉莲 你居然得到了雷元玉莲 没错了 风难首中的莲花瓣银玉 就是雷元玉莲 除了颜色不同之外 雷元玉莲 和齐作号火精官官上的 火元玉莲 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可以说 连气色都一样 一直以来 齐作号在苦苦找尋 这个两仪之地 亦都在同时 找着九元玉莲之中的 其他八枚 哎呀 真是没想到 来到这里 居然可以在这个阴露森林 在一个狂人的身上 发现这个雷元玉莲 看来 这个山谷 认真没白理 也就是说 之前谷口处 闪耀的银光 把城就是雷元玉莲散发 也就是说 蜂蓝就是用雷元玉莲 杀死这个孟六爺 齐作号都很疑惑 不知道 单独得到雷元玉莲的蜂蓝 可不可以施展怒技呢 那就是说 它会不会有类似雷神怒之类的技能 因为 九步怒技是存在于九妹 九元玉莲之中的 唯有撞天怒发觉 才是藏于火精关内 那蜂蓝这头有着雷元玉 有没有可能 它都可以修炼怒技呀 齐作号话音一落 蜂蓝就彻底呆住了 哇 哦 帅哥 你得吧 看得出我是这样类定就算了 居然认得出我的古怪银玉 喂 你懂这样东西的 我整千年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帅哥 你什么来头 继续后是吧 你居然会认得雷元玉莲 说 你怎样知道它 雷元玉莲呢 亦都叫做雷元玉 是全其自保来的 雷元玉 拥有无穷的威力 风乱自从得到它 是所向披靡中横无敌 但是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一个年轻 在千年之后来到根前 也都会知道 他手中这枚就是雷元玉 听到这里 齐作号就叹了口气 我当然知道 因为雷元玉是我的 我现在真是多谢前辈 帮我保管了这么久 那既然主人都来到眼前 你可以将它交给我 我可以遥理不杀 九元玉莲之中的任何一枚 对齐作号的重要性 都是无法言语的 这么说 他可以不要这里的阴阳意气 也都绝对不会放过这个雷元玉 这种这样的玉莲 天地之中就只得九枚 是独一无二的 集齐了九枚九元玉莲 齐作号才可以修炼壮天奴 获得毁灭一方世界的力量 而那个呢 就是当初齐作号立下决心 一定要修炼达道的境界 笑话 雷元玉是你的 帥哥 你好像在打着我的宝物主义 那我就更加留你不得了 哇 华音落下 凤兰这一头 直接就用真元吹动了雷元玉 齐作号不单认识这个雷元玉 并且已经对雷元玉 产生了贪难之心 他现在 说什么都不会让齐作号继续回下去 雷元玉 哼 是他最大的秘密 是他的命 我说了 雷元玉是我的 你根本就没资格拥有他 搞出来了 齐作号冷肯一句 他都不啰嗦了 一瞬之间 直接就召唤出火精官 九元玉年有一个特征 无论他被哪个练花 或者认哪个为主 只要火精官出现 九元玉年 就会融入火精官的棺杆之上 正因如此 当齐作号见到蜂蓝吹动雷元玉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担心 给你沙尘多一下 下一瞬间 我一定会将雷元玉 受贵我手 而到时候 再来斩杀你 就不是那么难 今集内容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精神帝的老友 听书的同事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632章 震杀蜂蓝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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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但齐作号居然死到临头 还如此囂张 这个时刻 银色的光束 以难以捕捉的触度 直接射向齐作号的心臟 齐作号现在 甚至感觉到死亡的气息 只不过他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他都知道 火正观在这里 他是绝对不会死的 因为火正观 就是克制九元玉年的绝世宝物 现在他心中清楚了 天地之间 能够阻挡九元玉年攻击的宝物 不是那么多 一旦被这个九元玉年攻击命中 任何武者都只能够灵魂蜂蜜 惨烈而死 单独的任何一枚九元玉年 那种威力 可以说都是强得离谱的 只可惜了 九元玉年 融入了火正观盖之后 根本就拆不下来 否则的话 我都可以拿出火元玉年来对你 唉 这种力量 极其可怕 此时此刻 银色光束已经打到埋伸 是直接被齐作号生前的火正观 整个挡住 而齐作号本人 是一点事都没有 见到这样的情形 风蓝这边 就真的面识剧变 他一念不敢相信 竟负出声就说 怎可能的 你在我雷元玉攻击之下 没理由还有命的 有什么不可能 下一件事 你会觉得更加神奇的 来啦 雷元玉 齐作号这边 兴害一声 只见得 雷兰手中的雷元玉 已经顿时脱离了他的掌控 不急不慢 就飞向了齐作号 现在齐作号 根本就没有闲心 和雷兰说得太多 我怎么跟你解释 我说火正观 你又看不到 你更加是不可能 能够了解火正观 这件异宝 火正观本身 就是九元玉年的黑星 也都好像 九元玉年的娘亲一样 两者的关系很明朗 你 究竟是什么回事 你用什么挡住了雷元玉 我去雷元玉 封南这边 发觉不多妥 疯狂就吹动真鱼 试图把雷元玉 收归回来 只不过今次 雷元玉 一点都不听灵 仿佛根本 就不是他的宝物 完全都不听使 而且看他的状态 似乎齐作号 才是他真正的主人 我都说过 这个雷元玉本来就是我的 你都只不过暂时帮我保管 现在你相信 齐作号这头 手握着雷元玉 就没那么急于 是将它融入火正观 他都觉得 有必要搞清楚 九元玉年 没有和火正观融合之前 到底有什么功能 除了火元玉和雷元玉 齐作号还要找 其他七枚九元玉年的 也就是说 下来 他都要和九元玉年的 其他拥有者 展开博弈 而随着他境界实力提升 他所遇到的 身怀九元玉年的武者 那些手段 肯定会更加厉害 那说来 仿佛主线剧情 现在才开始 了解到九元玉年的功能之后 他打败对手 收取九元玉年的把握 将会更大 要知道 齐作号是能够动用火正观 收取玉年的人 只不过 你都很难说 人家有没有一些其他 厉害的智宝 能够隔着火正观 收取玉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齐作号接下来 也只有杀死对手 抢处 抢夺九元玉年一途 现在他心中是三知透明 在鸿武大陆之中 各种自保是层出不穷的 他自信 火正观一定已经是最厉害的宝物 但是呢 哎 我自己猜的 鬼知这个天底之下 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是黑制火正观的 万一是存在的话 那就真是容易出事了 到了现在呢 齐作号已经了解了很多事的了 比如说呢 一般的器物分为 凡街地街天街三街的 天街器物呢 就算是神器了 这类器物是武者练制出来的 而天地之间有天地自生的宝物 就叫做天地灵宝 而天地灵宝之中 大部分都是一些天才地宝一样的材料 而有一些更加是工房灵宝 就好像说了 齐作号的方无顶是一件灵宝来的 甚至有可能是比灵宝更加高级的 全其自宝 自宝两个词呢 指的是灵宝之上更加高级的宝物 当然啦 武者其实也都可以练出灵宝的 而这一类灵宝就叫做魏灵宝 魏灵宝虽然有个魏字 但是它始终是灵的嘛 它同样都拥有逆天的能力 只不过比起真正的天地灵宝 就会弱化些少那麽多了 那就算是弃性的手段 虽然说是这样说 但是练出魏灵宝也要去到弃性级别 才可以施展这种手段 单独弃神的话 还未到练不出魏灵宝 灵宝 灵宝 将来要运回我 这一头呢 风南已经非常着急 只听得它是仰天大笑 声音之中充满了震惊 以及愤怒 毫升未散 它早就已经化为流光 冲向了齐组号 这个齐组号 居然胆敢是抢走它的雷元鱼 死罪难逃 雷神怒 风南这头 在距离齐组号十几场的地方 爆害了声 为了能够进发杀死齐组号 它是必须施展雷神怒提升境界 这几百年之中 它只是练化了一丁点的元力 真是不舍得用 只不过现在怒火中烧 而且眼看着雷元鱼 就要被那只小子抢走了 它现在根本就想不到那么多 直接就出大招了 它这下 簡直就想将齐组号 劈死在它的雷神怒之下 这个是 齐组号这头是面色一形 但是随即 它就很失望 冷笑出声 因为风南大喊雷神怒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施展出怒技 直到此刻 风南终于就醒悟了 原来没有了雷元鱼 体内的元力也会随之消失 现在的它 根本施展不出怒技 我 我的元力 我的元力没有了 齐组号 我要生吞了你 风南这头 今次就真的彻底疯狂了 齐组号的出现 不单止令它失去了雷元鱼 亦都彻底失去了元力 更加是没有了施展脑技的能力 今次它 真是要拼全力 殺了这个齐组号 奪回一切 现在眼见 真元力就在风南的一双拳头之上 是疯狂凝聚 那种可怕的威势 令到风南这头 整头的乱法 是无风自动 齐组号现在眼神一沉 哎呀 这个风南 果不其然是超然愚满 即使是失去了雷元鱼和阅力 他的实力依旧是很强的 齐组号甚至感受到 风南这一拳 如果硬接的话 自己恐怕也有生命危险的了 一点都不敢怠慢 齐组号一抬手 闪电一般 就召唤出了霍无鼎 并且果断施展霍无禁固 霍无鼎 看你了 就在风南 刚刚施展出恐怖拳法的一瞬间 霍无愁弄 不出意外 已经将风南 彻底禁固住了 齐组号这头 重重地输了一口气 哎呀 幸好 风南失去了雷元鱼 连吊动雷亭之力的能力 亦都失去了 现在的她 根本抵挡不了 时空的禁固之力 所以现在 这场战斗 是胜负而分 结果就是 雷神 中将被齐组号斩杀 风南 你不应该招惹我的 而且 你身怀雷元鱼 注定了会死在我手 这些就是我们之间的宿命 齐组号感慨一声 一点都不敢拖延 是果断追动荒毛鼎 發动震杀 现在 眼见着虚云的大鼎 在怒杂而下 一瞬之间 一切归于平静 经过了这么多的战斗 齐组号已经学会了 不要浪费时间 及时捕刀 确定胜局 而且 维持荒毛金箍 是非常消耗荒毛之气的 齐组号今次 担心会发生什么变故 一点都不灵色 是消耗了大量的荒毛之气 施展震杀 斩杀这个风南 眼看着这个 是绝对不是一般的超然高手 谁知他这头还有什么底牌 能够早点了结 自己才可以早点确认安全 而当风南这头 彻底死静之后 齐组号多少也有些后悔 唉 安全是安全的 但是 好像浪费了很多宝物 今集内容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精神帝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633章 好啊 我的元气终于补回了 看到那些宝物 全部震碎了 齐祖心情 多少都有些失落 只不过 他再次叹了一口气 将荒毛鼎和神钟 收回了无缘空间 而火政官也都被他同时收了 此时此刻 雷元玉已经是彻底归为齐组号的宝物 再也走不掉了 紧紧握住这个雷元玉 齐组号是闭上双眼感受他的功能 但多时他睁开双眼 哎呀 果不其烈 有着雷元玉的话 他是可以修炼雷神怒的 也就是说 就算九元玉年 没有和火政官结合 得到九元玉年的武者 也都能够修炼奴妓 当然 奴妓的修炼 需要的是月灵 但是得到了九元玉年 甚至 武者自身 在强行吸收阴阳意气和元之气体的时候 也都会遭到反噬 痛苦 而且危险 就好比话 当时的蜂蓝想要修炼雷神怒 就需要找到大元雷之气的天才地堡 然后 要去到两宜之地 强行吸收阴阳意气入体 转化为自身的元玉 这个过程 认真困难 而且 还要遭受无尽的痛苦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要知道 雷元玉可以压制阴阳意气 但是 亦都只不过是勉强为之 齐祖豪都很震惊 单独的九元玉年 已经这么厉害 九元玉年 能够令到武者 可以借助天地属性之力 而且 九元玉年自身 还带有元光攻击 哇 这个简直是毁灭性的力量 就好比话 之前雷兰用雷元玉 攻击齐祖豪那道銀光 就是雷元玉的元光攻击 而对方武者 若果没有被雷元玉 更加高级的保密抵挡 一旦被他击中 就只得死路一条 而元光 就好像火精冠一样 是能够吞噬灵魂的 哇 那说来 都好恐怖 每一枚九元玉年 都是一件全其自保 那火精冠 算是什么笨戒 齐祖豪这头呢 就感概年年了 全其自保 已经是比零宝更加高级的保密 九枚的九元玉年 全部都是全其自保 而他们 只不过是火精冠的一部分 就是说这个火精冠的品阶 比九元玉年还要高 一直以来 齐祖豪是自称火精冠为二保 至于他是属于什么级别呢 这一层他就真的不知道了 可能也唯有等他的境界实力 到一定程度 才有机会揭开一致 不行 九元玉年这么厉害 我要留回雷元玉 当作公实保密来用 齐祖豪就暗暗决定了 暂时就不将这个雷元玉 融入火精冠先 反正呢 现在都只得两枚九元玉年 即便雷元玉是融入了火精冠 他都修炼不到撞天路 不如呢 等集齐了九枚九元玉年 再一起是完善这个火精冠 现在呢 齐祖豪的算盘就打得咔咔咔响 只可惜的是 这个念头暗日出现 体内的火精冠 达健之间就发出红光 而他手中的雷元玉呢 哟的一声 达健就消失了 齐祖豪看到这样的情形 真是面识一沉 喂 火精冠 你硬来的 叮 你真的啊 我只是想着留住他防身 又不是说不让你 这么急做什么 齐祖豪这头就奴骂出声 哈 这个火精冠 那雷元玉 迟早都是你的啦 不如给我玩回几天吧 现在火精冠呢 又不懂得说话的 根本就没有在意齐祖豪的怒骂 融合了雷元玉之后 在顿时就飞出了齐祖豪的手臂 齐祖豪都知道了 火精冠早就感受到陰阳意气的气息 刚才被他收入了手臂呢 他似乎还不是那么乐意的 雙眼盯着火精冠棺盖之上的雷元玉 齐祖豪呢 好无奈就摇头虎笑了 九色莲花瓣之上 火红色和银色的莲花花瓣 是反着光芒 其他的七朵呢是暗淡无光的 唉 看上去就很苦老了 这两枚这么厉害 现在仍得七枚这么多 去哪里找呢 唉 算了 这些事呢 顺其自然也好 都不可以强求的 心急一口气 齐祖豪收回视线 就望向了远处天空了 一切顺其自然也好 就好像今次得到这个雷元玉 喂 都不是计划的 撞彩的 这样一想 他的心情顿时就好了很多了 九枚玉玉玲就已经得其二 他坚信呢 有着火精冠在 其他七枚九元玉玉玲 最终始终会是他的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努力修炼 其他的事不用多想了 现在的天空之中 黑白亮色的阴阳意气 依旧就以太极阴阳语的形状 在缓慢移动 拢囚着方圆三里的阴阳意气 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多 因为这些阴阳意气 只得加像左右这么厚 当然 齐作号都很清楚了 虽然觉得不是那么多 事实上已经不算少了 那么多阴阳意气 再加上他的天才地堡元火之气 能够转化出去的元力 都足够使很久了 当然 元力再多 齐作号也不会浪费 这么久都没有施展元力 施展火神奴 弄到我的实力 受到很大限制 被人看不起了 不过 这也养成了折颈的好习惯 就好像荒谋之气 我现在虽然有很多 但也不会浪费洗的 对于火神奴来说 齐作号一向都是用它来保命的 一般情况之下 是根本不会动用 至于雷神奴呢 齐作号就不打算去修炼了 反正雲露计来说 火露还是雷露 大家都差不多 而且火神奴的元火 好像更加适合齐作 若果再修炼了雷神奴 不单要消耗阴阳意气 还要去找元雷之气 很麻烦的 在山谷中心 都不用齐作号控制 火精官自己 是发出了一道鸿芒 这道鸿芒 就照射在阴阳意气的租心 这一瞬间 阴阳意气 顿时就好像水流一样 在蜿芒以下 钻入了火精官的棺杆之内 哇 好啊 自动化啊 齐作号就暗暗点头了 果然呢 火精官是能够克制阴阳意气的 现在那些阴阳意气 不知为什么 就变得极为温顺 一点都不恐怖了 齐作号站在一边 也都感受不到尸豪的威胁 这样看来 火精官吸收阴阳意气 都需要几日时间 不如这样吧 我顺便就把原火之气都给他吸收 心中一想 齐作号直接从空间界置中 把火山岩树啊 火焰湿马 森迹石啊 火云草啊 和那枚天地灵宝 無极赤焰湿马 全部是取卖出来 这些天才地宝呢 都吻含着原火之力的 齐作号一个抬手 打开棺杆 将诸多的宝贝 全部全部丢进火精官 原火之气 也是致命气体来的 这些呢 火精官 你自己去练法吧 我不理你了 想到这里 齐作号心头一松 果然呢 火精官能够同时吸收 阴阳意气和原火之气 并且将两种气体 煉花为原力 存储起身 结果齐作号 就变得没什么好做了 现在的他呢 亦都只能够取出龟原丹 进行修炼 消磨时光 唉 说真的 现在做什么都开心的了 他都没想到 今次进入这个山谷 正可谓呢 是既克制了孟六爺 更加是不小心 就得到了雷厌玉莲 哇 还有阴阳意气 一次过就收过饱 这种感的愉悦呢 真是无比巨大 而正当齐作号 非常之开心的同时 在毛泽之城 罗浮公内 罗浮公的大长老孔潮 听完了恐慌的哭诉之后 一个起身 啪的一声 一掌 就将大殿之内的条案 拍成了反眉 只听得他呼吸沉重 眼神之中 全部都是 憤怒杀鸡 今集内容 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易天神帝》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六百三十四章 大乱将起 好你个司徒锋 居然敢杀我的女儿 我要将你随时满断 怒吼一声 孔潮快步就行出了大剑 杀女之仇 她必须要报 黑不容缓 现在她的内心 是充满了悲伤 孔玉居然会被司徒锋所杀 那司徒锋就必须要为孔玉上命 就算是司徒世家 也都保不住你司徒锋了 她现在是想立即就去司徒世家 吐过说法 而在此之前 她都要见一见 罗伏公的公主林东峰 因为单靠她一个人 她也都没办法 在司徒世家 搞得到这个司徒锋 林东峰这个人 是一个年迈老者 看上去就一念和爱 但是事实之上 跟她的表面是很不相同 她本身是一个极其凶残的人 外表和内心是完全两个模样 更加何况 林东峰的脾气相当之暴躁 罗伏公之内 也都只得孔朝 敢和她正面谈话 大长老 今晚了 你来找本公 有什么事 林东峰就有点差异 是望了一望孔朝 因为罗伏公的弟子 一个二个 是刚刚才从阴墓森林回来 林东峰都还没知道 孔玉已经被司徒锋所杀 而听到林东峰的问话 孔朝是重重叹了一口气 对着林东峰行礼就说了 公主 孔玉被人杀了 我请公主 一定要为孔玉报仇 什么 林东峰这头 好鬼震惊 是站起来 各大势力 不向都明争暗斗 但是大家彼此之间 都有把握 都有分寸 几可会杀死其他势力的精英弟子 谁敢打破这个铁律呢 大长老 你把事情讲清楚 是谁杀了孔玉 人为什么 林东峰这个人 无依无侣 孔玉 一向就好像当了乙女 他甚至是将孔玉 当成自己接班人培养的 但现如今 这个作为接班人的掌上名追孔玉 居然会被人杀了 他的心情认真不要受 更何况 孔玉本身 已经是罗浮宫 最厉害的天才弟子 谁敢在我林东峰的面前放肆 公主 是司徒峰 司徒峰杀了孔玉 至于原因 就是为了争夺就天黑症 孔朝这边 一点都不敢隐瞒 他都没什么好隐瞒 孔方就讲得很详细 司徒峰杀死孔玉的时候 各大势力的天才高手 个个都在场的 这件事也都不可能有假了 司徒峰 莫非 周天黑症 落入了司徒世家之手 林东峰这头 一脸阴尋 也都不知道他 是在思考的什么 他早就应该想到的了 整个毛泽之城 除了司徒世家之外 还有谁敢跟他四大园中作对呢 杀死罗佛公的精英弟子 也都相当于 跟四大园中 直接宣战 商指中是没有那个实力的 毛泽商会 也都不敢敢做 虎蝕子 更加不会对四大园中的精英弟子 动手 这样讲来讲去 也都指得司徒世家 有这个实力 有这个胆识了 心吸一口气 孔潮在摇头 公主 司徒峰 先发现了周天黑症 我们四中高手 和司徒峰 和商指中的六合兄妹 还有 那个毛泽商会的同身玉 是展开血战 红玉被杀 神兽孟六爷突然出现 只不过 连他都没有得到周天黑症 周天黑症 是被一个神兽拿走的 那个人 叫做七祖号 哎哟啊 听到这里 林东风 好惊讶就坐连回去 好不敢自信就说 没可能的 这个七祖号 又这么厉害 他已经连毛六爷 也都抢不走他的周天黑症 嗯 这个 只不过是开始 听恐慌所讲 孟六爷追杀齐祖号 是入了阴露森林禁地 然后 两个人都没有出过来了 我估计 这两个人 已经死在那里了 林东风听了之后 连连点头 真是没想到 周天黑症 居然被一个叫做 齐祖号的人得到了 并且 是带入了阴露森林禁地 哎呀 可怜这个孟六爷 一世威名 竟然为了一块黑症 是没了条命 简直可惜 在林东风看来 进入阴露森林禁地 就是等同于死的 千年以来 根本没有人能够进入阴露森林禁地 然后逃出来的 那个禁地 可以说 就是毛泽域武者的坟墓 不入必死 公主 司徒风杀了孔玉 这件事 各大势力 是路人皆知 请公主调道高手 前往司徒世家 为孔玉 讨犯个公道 孔朝现在 话风一转 又是的 他们现在四大园中联手 根本就没必要 再害怕这个司徒世家 只不过林东风这次 好像就不是这么赞同 沉思片刻 他就说 大长老 这件事情 不急得住 我们六大派有个约定 任务森林的历练 弟子生死犹命 我们有何理由 去司徒世家呢 林东风现在 多少都有一些违难 孔玉死了 他是很伤心 但是只不过 你想杀了司徒风 为孔玉报仇 你有什么理由 可以发兵呢 而且各大势力 事先是有个约定的 若果说 孔玉是死在 阴霧森林之外 那罗浮公 还可以轻思问罪 但是你都会说 他是死在 阴霧森林之内的 那罗浮公 就没了资格 去找司徒世家的麻烦了 哎呀 孔玉这样死了 可能真是只怪自己 实力不济 命途多犬 而且呢 司徒世家的话 实力不容小看 司徒风 够胆杀了孔玉 绝对是得到了 司徒育雷的脈絮 现在呢 除非是四大园中联手 一起去攻打司徒世家 否则的话 单靠着罗浮公 刑则不是对手 公主 难道这件事 就此算数啊 孔玉的仇 我们就不报了吗 孔朝听了之后 就十分之失望了 林东风啊林东风 你何时变得这么暗春的 他都在想了 招罗浮公出手 那霸刀门 洪峰神山 和丘宅山庄 又怎会坐视不理啊 林东风现在 望着孔朝一眼 弹色一声 大长路 孔玉的仇 肯定要报 只不过 不是现在 你这么急做什么 至少 也都要给点时间我 和帝霸他们沟通沟通 商量一个万全之策 林东风的想法 和孔朝就不一样了 孔朝想的是为阿女报仇 而林东风想的是 一举消灭这个司徒世家 司徒世家这些年来 发展真的是非同一般 早就已经成为了 毛泽之城的最强势力 不留得了 好 请高主 现在就传讯给三位宗主 我认为这件事已早不已迟 否则的话 司徒世家有防备 我们再想杀司徒风 也都没那么容易了 嗯 点了点头 林东风一过起身就说 大长路 今次我们四大园中 一起去司徒世家 绝对不是杀一个司徒风 那么简单 你下去准备一下吧 司徒世家 是时候从毛泽之城随名了 林东风话中之意 孔朝自不前都是明的 他很恭敬地 各就一躬 退出了大街 是啊 还是公主想得周长 这只老人呢 就是想四大园中 一起去杀司徒风 而且借此机会 和司徒世家开战 这次开战 就绝对不是小打小闹了 而另一头 在霸刀门 门主地霸 听完了第二次的讲述 他浓密的眉毛 就紧紧就起了 他真的没想到 四大园中 居然会得不到 这个周天克征 而罗浮宫的天智窍女 孔玉 更加是死在司徒风的手术 这种结果 是完全超出了 地霸的预料 今集内容 就播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惊神帝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635章 霸刀门 你们懂得想了 现在呢 帝霸听了第二次讲 居然有人 能够一眼认出千学神边 他几乎诚肯定 这个独青罗肯定就是 昔年逃走的 天阴山鱼业了 也就是说 天阴山的门主 公孙錦良 还有业徒在世 要知道呢 公孙錦良 自出道以来 从来没有在其他武者面前 剪到个半神器 千学神边 若非当年 公孙錦良 自知必死 面对帝霸等四大元宗 宗主围攻 他都不肯 去暴露这个千学神边 也就是说 公孙錦良 有千学神边的事 唯有公孙錦良 和当年 围失他的四大元宗 宗主 才会知道 当然 千学神边 现在的主人 第四 也是其中之一 只不过 公孙錦良 有一个爱徒 那个人 在天阴山一战之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 也都有可能 会知道 公孙錦良的千学神边 因为 没有真正见过千学神边 又怎么会叫得出他的名 由此可见 齐祖号身边 这个 叫做独青蛰的女人 是见过千学神边的 那他 一定就是 公孙錦良的 关门弟子 爹 那齐祖号 和千锥修善 猛六爺 进入了一武森林禁地 以我看 祖祖应该死了 只不过 他那三条女儿 还在生 齐祖号处处 和我们作对 我们一定 不可以放过 这三个女人 尤其是这个 独青蛰 第四这头 一念严肃就说了 听到这里 帝霸就撇了他一眼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祖祖过界过来 不要为女色疏迷 当初 你如果听我的话 除了孔玉 他也不会就此死去 哎 可惜了 唉 真的什么事都闷不过 爹 爹 你是不知道 齐祖号过三个女人 还有那个神修 叫做夜莲的 哈哈 认真太美了 他们比同身玉 还要美得多 爹 如果有机会 我想全部得到手 令他们变成我们第一家人 第二次 现在的语气 严肃之中 又带着色情色 他的脾气性格 爹是最清楚的了 在爹的面前 他一向都不隐瞒 正所谓 有其父 就必有其子 爹当年 让他现在 就不会好得去哪儿了 哼 这个四年轻 果然是遗传了老子的个性 好了 孔玉一死 老佛公不会善罢金幼 再加上 我们都要铲除毒青龙 等司徒世家的事解决了 齐祖号过的女人 哼 全部都给你了 那帝霸呢 有很多的女人 子就只得一粒而已 对于帝尺 他是宠爱有家 帝尺的一切要求 只要能够满足的 他一向都会全部满足的 而帝尺这么快 就将孔玉的死放下了 果然是没令到帝霸失望 这些人 虽然秉胜风流 但是不会被感情束缚 最适合修炼霸刀门的 绝世都法 阿爹 你说罗佛公 会对司徒世家出手 帝尺这头 好惊讶就问出声来 他和朱华与 张穿几个人 早就已经决定 要为孔玉报仇 杀了这个司徒风 只不过他们这帮有想的 是暗杀的 听爹的意思 似乎 罗佛公 会直接对司徒世家动手 哼 这个肯定了 以孔朝的性格 和林东风的脾气 怎么可能吞得下 孔玉被杀这口气 话锋一转 帝霸接着就说 如果不出我所料 林东风 很快就会传信来我霸都门 但求着他罗佛公 是对付不到司徒世家的 爹真是宣慕为策 是意佩服 第二次 现在 悉事 就拍了一巴掌马匹 他佩服的人 就不是那么多 爹就是其中之一 不得不说 爹那些诚苦和心机 远非现在的 他可以比 第二次都知道 第霸所言 很快就会实现 罗佛公 要对付司徒世家 是一定要联合其他三大园中的 而且四大园中 现在虽然说是各之为政 事实上就是一家 罗佛公的事情 就是霸都门等三大园中的事 不用说这些事 论心机成虎 我又怎么比得上 新涂红那个老家伙 洪峰神山挖起罪民 但是区区十几年 就超越了我霸都门和罗佛公 儿子 你记住了 谁都惹得 千万不要惹这个 新涂红 听到这里 第二次就重重点头 洪峰神山主人 新涂红 非常之神秘 就连爹 也都对这个新涂红 是多大无比 他现在根本就不敢去招惹它 爹 既然是这样 没有其他事的话 是就先行告退 既然帝霸已经答应了 把齐浩的三个女人和夜莲 全部赏赐给他 第二次呢 其他事就不想多想了 我们年轻人 最重要的 就是风流快活 帝霸这头听了 微微微再变了口气 对啦 注意身体啊 你虽然 生得就好像维护那么光猛 但是你都知道 没有耕坏的地 只有累死的牛 知道吗 而且 长时间沉迷于美色 会耽搁修炼的 是明白 多谢爹提醒 不得不说 帝霸和帝翅 真是一对奇葩父子 现在呢 第二次话音刚落 一个侍卫急冲冲 就冲入了大殿 而他的寿终 是抓住一只灵甲的 启品门主 罗浩公那边 有消息传道 这个侍卫呢 攻身行礼 一个上前 就将灵甲 递给帝霸了 刚想走的第二次建造 是心急一口气 自言自语就说 哎呀 阿爹真是算无为策啊 罗浩公这么快 就传信过来 遥了遥头 他转身就走出去了 这些对付司徒世家的事 他真的不想去操心 大概率 也都不用他帮手了 而帝霸这头 一个抬手 就侍卫叫个侍卫出去先 然后呢 他才打开灵甲带来的信件 一时之间呢 就露出了一幕淺笑了 哼 这个林东风 认真有心机 想借着恐慌的死 灭了司徒世家 现在呢 帝霸都不啰嗦了 一个起身 走出了大箭 喝声就说 来人 速速传召诸位长老 前来医事 另一头 气氛平静的毛泽之城 其实就已经笼罩着一层的乌云了 一场暴风雨 即将来临 在毛泽商会 童家的府邸 双征园中 童家家主 童州山 似乎就意识到 风云变化 他望着个天空 陷入了沉思 童新玉乖乖地 就站在一边 照阿爹的分析 四大园中 很有可能会对 司徒世家出手的 他都很担心 夜莲是跟着司徒风 去了司徒世家 阿爹 我要出去一趟 童新玉现在 就想趕快去将夜莲接回双征园 司徒世家实力 是很强 但是面对四大园中的联合围攻 司徒世家恐怕 也是自身难保 这么说来 夜莲妹妹在那里 绝对就是凶多吉少 只不过 童州山却是一个抬手 阻止了童新玉 只听到他很严肃就说 新玉 欧泽之城 现在是多事节秋 你哪里都不准去 霸刀门等四大园中 如果真是敢对司徒世家出手的 也都绝对敢对我毛泽商会动手 外边太危险了 你还是乖乖地在双征院里 躲避一下危险先 今集内容就播放到这里 更多精彩激烈 让人听到停下来的剧情 还在背后 喜欢精神低的老友 听书的同时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 还有 千万记得月票支持 第六百三十六章 天年老怪 新途红 但是爹 夜年在司徒世家 他会有危险的 我怎么可以不理他 童新玉现在是继续坚持的 他当然知道 爹的说话并非是危言耸听 只不过 他只得这个知心朋友 一定要将他带回来才行 见状了 童周山是微微望了童新玉一眼 新玉 你不用担心 八刀门等四大园中 想说灭了司徒世家 又怎么会那么容易 司徒遗雷的手段 不是那么简单的 放心啦 爹这头 也都不会眼睁睁看着 司徒世家被灭 司徒世家那边 还有齐组浩的三个女人 我们毛泽商会 想要跟齐组浩拉上关系 一定要照看好这三个人 童周山现在的语气 是有点无奈的 是咯 爹叫你去吸引齐组浩 你不单止不照做 还多次得罪于他 搞到现在 齐组浩对毛泽商会 肯定就很失望了 他作为爹 都要想办法 微保微保 而童周山似话一出 童新玉顿时就放心了 他知道爹的心思 如果霸刀门等四大园中 将司徒世家真的灭了的话 那双子中 也都没办法幸免 到时候 毛泽商会很可能 就要独目难知了 整个毛泽之城 也都会变成 霸刀门等四大园中的天下 那到了那时候 毛泽商会被吞并 也都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童新玉想得就没错了 身为毛泽商会的会长 童周山 不得不美与愁谋谋 唯有各大势力顶立 毛泽商会才可以有生意做 才可以称霸毛泽域商界 否则的话 毛泽商会的覆面 也都不是那么远的了 霸刀门等四大园中 是野生勃勃的 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 童周山这边 一直都在防备着 阿爹 你的意思是 你要派人保护继续好些女人 这边